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习惯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养成 好习惯难养成 坏习惯更难改变 而且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和处食方法 方寒慢慢长大 习惯却是一如既往 从未改变 没有了父母的支撑 方寒为了一口吃的 在村子里偷鸡摸狗 甚至还到附近的村子坑蒙拐骗 终于惹得人人厌烦 不再对他有任何帮助 15岁那年 方寒沦落成了一个乞丐 好在 方寒没有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至少将父母给他留下的院子保住了 还能够让自己有一个住的地方 由于方寒的所作所为 江东山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子都得罪完了 即便是行骑 也没有人愿意给他一口吃的 于是方寒就去了更远的镇子上 镇子上的人比较富裕 在那里方寒不仅可以吃饱饭 还能吃得不错 甚至如果运气好 也可以得到一些铜板 就这样 方寒整日里就在镇子上乞讨 十天半个月会回村子里一趟 休息数天 然后再换一个镇子 就这样 周而复始 几个镇子之间 循环着乞讨 他本可以有一个正当的营生 远比乞讨要来得好 可惜 他好吃懒做 已经习惯了如此 方寒好吃懒做 成为乞丐 生活还算不错 这让东山村的人 对方寒更加厌恶和讨厌了 每次方寒回到东山村 都像是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甚至村子里的杂货店和小酒馆 都不愿意卖给他任何东西 这样的方寒 自然没有人愿意将女儿嫁给他 快要三十岁的年纪了 同龄之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而方寒依旧是孤身一人 如果没有意外 他或许会永远孤身一人 这天傍晚 方寒从外面乞讨回来 见了村子 发现今天的人都很怪 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怪异 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憎恨和厌恶 让方寒有点张六合上摸不着头脑 同时 这些人选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这让方寒浑身都不自在 心中充满了疑惑 方寒却也不敢问 即便是问了 这些人也不会告诉他 带着疑惑 方寒一路回到家中 到了院子门口 整个人愣住了 方寒透过门缝 向里望去 屋子里有灯光 窗户之上 还有一个窈窕的身影在走动 这是怎么回事 方寒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不太明白 但是 在这一刻 他或许明白为何在回家的路上时 那些村民 用那样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了 难道 我走错院子了 方寒退后两步 借着黄昏最后的光 向四周打亮 熟悉的院子 熟悉的景物 熟悉的大树和羊圈 他确认自己没有走错地方 方寒摇头苦笑 自己住了二十多年的家 差点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 那屋子里的人是谁 方寒微微皱眉 深吸了一口气 上前敲门 不管是谁 反正这是自己的家 自己的院子 自己无所畏惧 随着敲门声的响起 屋子里传出来一个悦耳动听的声音 庞浮是百灵鸟在歌唱 谁呀 方寒大哥不在家 听着这个声音 方寒正主了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方寒根据感觉可以判断 这一定是一个绝世美女 不多时 轻盈的脚步声响起 将院子门打开 如玉一般的脸庞上 两只亮晶晶的眼睛 充满了疑惑 红唇清起 问道 请问你是 你找谁 方寒看着眼前的女子 美的令人窒息 让她正了半天 她才开口道 我是方寒 我不找谁 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只是回家 你是方寒大哥 女子变得十分惊喜 上前就握住了方寒的手臂 也不管方寒衣服上面的污泥 你是 相逢扑面 方寒几乎要停止思考了 呆呆地问了一句 她想破脑袋 仔细回忆 也无法想起 眼前的女子究竟是谁 我是你的恩人啊 女子挽着方寒的手臂 就要将方寒拉进门内 恩人 你 方寒瞪大了眼睛 自己的所作所为 几乎将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得罪完了 谁都不愿意大理自己 更不会帮自己 何来的恩人 难道是那几个镇子上的某位 然而 那几个镇子之上 还未有人敢说 比他熟悉 他确实 未曾见过如此绝美之女子 啊 不 我说错了 方寒大哥是我的恩人 女子白皙的脸庞顿时羞红满面 低着针手 轻声道 估计方寒大哥自己都忘记了 很多年前 方寒大哥在东山放牛时 救过我 方寒挠了挠头发 自己小时候还去放过牛吗 自己怎么不记得了呢 此时已经走到屋内 女子看着方寒脸上带着疑惑 解释道 方寒大哥 那个时候 我并不长这个样子 所以 你不记得也很正常 方寒皱眉 满腹疑惑 难不曾 这个女子认错人了 不过 整个东山村和附近几个村子 似乎只有自己名叫 方寒 啊 他想了想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子轻如地道 我叫阎曼 方寒再细思考了一下 确认自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阎曼抿着嘴唇 清澈的双眸之中 泛起了一层薄雾 轻声道 方寒大哥 你想不起来 也很正常 因为 我此前不长这个样子 我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你不要害怕或者生气 好不好 方寒点了点头 这些年 他一直在外乞讨 陷了太多人 经历了太多事 奇事怪事 也陷了很多 他不相信 还有什么会是自己害怕的 其实 我是妖 是一只狐妖 阎曼的声音很低 几乎只有自己听见 然而 方寒常年混迹于市井 养成了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习惯 耳力极好 他也听清楚了 吓得他直接跌坐在了椅子上 双目之中都是恐惧之色 虽然 经常听到说书先生 讲一些神奇的故事 他也经常露宿在大街小巷之间 胆子算是很大 但是 正如夜宫好龙一样 当一只妖 真正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 方寒还是慌神了 方寒大哥 你不要害怕 从小到大 我从未伤害过人 更别提 您还是我的恩人 见方寒被吓到 严曼顿时交集起来 慌忙解释 乖巧地蹲在方寒的身边 可怜兮兮 双眸之中 再次泛起了眼泪 配合那洁白无瑕的脸庞 真是我见有脸 这么漂亮 就算是妖 又如何 方寒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打定了主意 苦笑道 抱歉 我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乍一听 还是被吓了一跳 严曼嘟着嘴道 都是万儿的错 吓到了方寒大哥 方寒眯了眯眼睛 心里思绪万千 笑了笑 说道 好了 别自责了 漠世了 你还没有吃饭吗 我去洗漱一下 然后给你做饭 这些事情 还是万儿来做吧 方寒刚要起身 却被严曼按在了椅子上 随后 严曼就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严曼便走了进来 在他的身后的空中 还飘着一只浴桶 浴桶里面 已经加满了热水 还有花瓣 一直走到卧室 严曼才停了下来 浴桶稳稳地落在地上 方寒看着这一幕 目瞪口呆 方寒大哥 可以沐浴了 我去准备吃食 严曼曼妙地身 驱转了过来 瞧瞧烟熙 像是妖宫一样 水这磨快就烧好了 还有这磨大的浴桶 盛满了水 能自己飘在空中 方寒难以置信 揉了揉眼睛 额头上写满了问号 方寒大哥 我可是妖 我的能力 可不止这一点哦 严曼笑了 明亮的眸子里满是得意 方寒惊叹了一番 夸赞一番 进去卧室沐浴 严曼则是走了出去 前往厨房给方寒准备吃的 将近半个时辰 方寒从卧室走了出来 降脏兮兮的衣服换下 穿了一身干净的袍子 湿漉漉的头发 披在肩膀之上 这样看上去 倒是一表人才 只是 门眼之间 总透着一股煎花 方寒走了出来 便闻到一股香味 那是烤肉的味道 严曼端着一个盆 从外面走了进来 里面全是已经烤好的肉 他将盆子放下 伸手一招 玉筒便从卧室飞了出去 里面的水也泼在了下水道的入口处 虽然方寒知道了严曼的身份 却还是被这一手震惊到了 他叹了口气 嘱咐道 万儿 以后若非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在人前展露自己的能力 严曼点了点头 拿出一块烤肉 递给方寒 说道 我记住了 我知道方寒大哥是为了我好 方寒看着一盆烤肉 好奇道 这些肉都是哪里来的呀 要知道 就算是镇子上的财主 也不能天天这样吃肉啊 严曼自豪地道 我是狐妖 想要打猎 还不简单吗 方寒笑了 看着严曼 若是严曼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一直如此 自己又能过上以前那种生活了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还能吃到更好的 这可比做乞丐舒坦多了 不用遭受白眼 他开口夸奖道 万儿就是厉害 你这次来找我 不知道是因为何事 要停留多久啊 文言 严曼的双眼 又泛起了泪水 委屈地道 方寒大哥 您要赶我走吗 别赶我走 好不好 方寒心中大喜 但是 表面却不动声色 缓缓点头道 只要你表现好 我怎么会赶你走呢 只要你听方寒大哥的话 我就让你永远留下 严曼惊喜的道 真的吗 我会一直对方寒大哥好的 母亲在世的时候说过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我来 便是为了报恩的 方寒大哥 我可以做你的妻子吗 噗 方寒直接将嘴里的肉喷了出来 然后咳嗽起来 他被呛到了 他宁神盯着严曼 发现严曼没有做假的样子 严曼起身 连忙来到方寒身边 拍打着方寒的后背 说道 方寒大哥 你不要生气 若是你不喜欢 那便算了 方寒咳嗽了一会儿 终于缓过身来 看着严曼 认真地道 若是我不喜欢 那就是我不知道好歹了 见到方寒同意 严曼自然是十分高兴 不知道从哪里取出一坛子酒 两个人便喝着酒 吃着烤肉 一直到了半夜时分 两个人都喝醉了 不知道何时睡住了 第二天清晨醒来 方寒看了看自己 又看了看身边的严曼 苦笑道 曼儿 对不起 昨晚喝多了 我没有控制住自己 严曼伸出修长洁白的手指 掩住了方寒的嘴唇 羞答答地道 方寒大哥 我怎么会怪你呢 我本就是要嫁给你的呀 闻言 方寒再次抱住了严曼 一个上午 方寒和严曼都没有出门 中午时分 方寒听到外面嘈杂的议论之声 这才走了出去 发现自己的院子门口 站着的都是东山村的人 那个女子和方寒 似乎住在同一个房间 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方寒凭什么呀 她好吃懒做 不是一个乞丐吗 不会是方寒拐骗回来的吧 方寒还未走到院子门口 便已经听到了这些人的议论 七嘴八舌 即便是看到了方寒 这些人依旧没有停止的意思 继续议论着 恍若方寒根本不存在一般 方寒以前的事情 我们都还不太计较 可是你若是拐带了别人 惹到了一些家族 这些事情你可承受不起 切莫滋物 不要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啊 一个老者看着方寒 隔着院墙 顿了顿手中的拐杖 他以前和方寒父母的关系不错 不愿看到方寒走上岔路 以前做乞丐 至少没有什么危险 此时若是拐带了别人 看那姑娘更是出身于名门大家 带来的后果 绝不是方寒能够承受的 说不定城门失火 殃及迟雨 他们整个东山村还要跟着受累 方寒抱全道 诸位不要多想 严曼是我的妻子 三日后 我和他将举办婚礼 名为正娶 只是他没有父母 也没有娘家人 孤苦伶仃 所以 也没有那摩多繁琐的礼节了 到时候 还希望各位前来捧场 话音刚落 严曼也出现在屋门口 一身白衣 庞扶仙子 看着严曼那不似人间的容颜 再看看方寒 又想想方寒以前所做的事情 东山村的人 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 说不出适合滋味 渐渐的也都各自散去了 方寒将自己多年积攒的钱财 全部拿了出来 甚至还将自家的田卖了吉姆 给自己和严曼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宴 其实 方寒对别人向来是吝啬的 他这次之所以如此破费 还毫不心疼 因为 在他看来 只要严曼还在自己的身边 一切终究会好起来的 更胜从前 昨晚见识 到了严曼的书法 又加上严曼的单纯 他很快明白 自己未来可欺压 结婚不久 方寒便带着严曼去了外地 等一年以后 再次回来时 方寒已经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个财主 他开始扩建自己的院子 甚至 比镇子上的那些财主所建的宅院 还要豪华 偌大的宅院 自然不能只住着他们两个人 于是 方寒又养了几个丫鬟 和十几个家丁 谁也不知道 方寒的家底是如何来的 也不知道 方寒和严曼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一年时间 一个乞丐就变成了财主 有人传言 说是严曼 其实是某个财主 失散了多年的独生语 严曼刚刚找回家门 父亲就病逝了 于是 那个财主的家业 自然就被严曼和方寒所继承了 除非是一笔横财 否则 任谁也想不到 方寒是如何一夜之间成为财主的 方寒的宅院盖好之后 随着日子的推移 昔日的波澜也渐渐平息起来 可是 过了不久之后 无论是东山村 还是附近的村子和镇子 都闹出了非贼之事 每家每户 无论是破落户 还是像方寒这样养了十几个家丁的宅院 毫无例外 都被非贼偷了一遍 然而 没有一个人看到非贼的影子 大家之所以说是非贼做的 那是因为 除了非贼之外 他们也想不到 谁还有这样的本领了 由于波及面太广 普快们 查了将近一个月时间 毫无头绪 一点线索都没有 最终 只能不了了之 就在大家都以为 一切都平静下来时 方寒在东山村的宅院外 却来了一个道士 掀起凛然 庞扶超脱于尘室之外 很快 方寒就带着十几个家丁走了出来 方寒看到道场 大喜道 道场您终于来了 道场点了点头 宁谋向前看去 叹息道 确实妖气冲天啊 望着方寒门口聚集着一堆人 东山村的人也颇为好奇 都围了过来 想要知道方寒请这道士前来 是要做什么呢 方寒苦笑道 这次的事情就麻烦道场了 还请道场出手 老道士右手伸出 黑气蒙蒙 直接笼罩住了方寒的整个宅院 一只大手向下一握 大喝道 狐妖还不出来 怎敢反抗 陡然见 严曼的身影就飘到了空中 随后又被那一只大手 抓到了众人的眼前 严曼十分惊慌 不明白发生了何事 嘴巴张开 却只有乌业的声音 他求助地看向方寒 眼中都是泪睡 方寒却不理会阎曼 而是向着围观的人群抱全道 都是在下的错 竟然娶了妖女为妻 我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个妻子竟然是妖狐所化 瞒了我许久 直到前段时间 镇子和村子连犯失窃 我才知道是严曼所作呀 东山村的人群里 传出了一阵又一阵的惊呼之声 谁都不敢相信 那娇柔无力的女子 竟然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若不是方寒说出 谁能猜得到呢 方寒摇头叹息道 或许狐妖都有收集金银的习惯吧 我发现了这件事情后 不敢声张 毕竟那是一只狐妖啊 咱们谁是狐妖的对手啊 于是只能隐忍 密而不宣 暗中找来了道场帮忙 斩妖 斩妖 斩了这狐妖 东山村 群情激愤 一时间都怒汗出声 要知道 他们都是普通人家 一年到头 也攒不了几个铜板 却一夜之间被盗 自然十分愤怒 老道士点了点头 看向狐妖 沉声道 狐妖 你可有变白的 若是没有变白 我便要除掉你了 阎蔓一言不发 只是死死地盯着方寒 泪水不停地滑落 沾满了一斤 清澈的双眸满是不解 满是委屈 满是求助 方寒却面若冰霜 老道士冷声道 既然你不开口 就算是默认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如此 我今日就斩妖除魔 方寒也开口道 严曼所到之物 等此监视了 我会尽数 还给各位相亲 老道士深悲常见 就要出手 严曼闭上了眼睛 百思不得其解 为何对他很好的相公 昔日曾救过他性命的方寒大哥 突然间要找到是来对付自己啊 严曼以为自己要去世了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 睁开了眼睛 自己安然无恙 远处 一个书生缓缓走来 他走得虽慢 却是一步竖章 缩地成寸 瞬间就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这书生抱拳道 各位父老 可还记得我方寒吗 严曼看了看方寒 又看了看书生 满目都是疑惑 方寒自己也是疑惑 怎么又冒出了一个方寒 你是方臣的那小子的儿子 那个方寒 陈伯走了出来 仔细打量着书生 恍然大悟 陈爷爷 您还记得我 书生连忙行礼 自然是记得的 你父亲是秀才 你比你父亲还聪明 只是 你父亲去世后 你被舅舅接着 从此以后 将近二十年时间 要无音讯啊 陈伯叹息了一声 随着陈伯的提醒 东山村之人 似乎被尘封多年的记忆 再次打开 确实 东山村有两个方寒 只是 其中一个早早离开 再没有回来 所有人都觉得 东山村只有一个方寒了 老道士凝视着书生 冷声道 小友 你仗着自己有点本事 就阻止贫道出妖 是何道理 书生转身看着老道士 嘴角轻轻扬起 一掌拍出 将老道士拍出去很远 随后 也不知道 从哪里招出来一根锁链 飞舞着前行 将那道士绑了起来 任凭那道士如何挣扎 都无济于事 陈伯诧异地道 小韩 这位道长正在捉腰 你这是何意 书生解释道 他可不是什么道士 他是假的 冒充而已 实际上 他自己就是一只狼妖 陈伯充满了不解和疑惑 书生再次伸手 一只点出 一点清光将阎曼包裹起来 几乎是瞬间 阎曼便恢复了正常 他跑到方寒身边 双路寒泪 哽咽地道 夫君 为何如此对我 这一年多来 都是你让我去盗取那些宅院 为何现在又要除掉我呢 书生叹息了一声道 因为当年救你的人是我 只是我离开之后 东山村便只剩下一个方寒 你将他当作了我 而他对你只是利用 阎曼摇头道 不可能 不可能 书生苦笑道 你仔细回忆一下 他对你当年受伤之事 可知道细节 而我却知道 你是被一头老黄牛给提伤的 对 还是不对 阎曼正主了 仔细回忆 确实如此 对于当年的事情 方寒似乎完全忘记了 每次提到 都是一无所知 他以为是他忘记了 现在想想 原来自己竟然是认错了人呢 书生摇头道 这方寒还算聪明 不敢在四周湖来 便带着你去了很远的外地 在那里偷了许多宅院 而我 恰好和自己的老师 在那里游学 便奉老师之命 一路追查了过来 你呀 还是太单纯了 你虽然是妖 可常年待在山里 哪知道人性的复杂 阎曼握住方寒的胳膊 怒声道 你为何骗我 就算你骗了我 我已经与你成亲了 而且帮你成了财主 你也可以生活得很安逸 为何又要勾结那狼妖来害我呢 方寒连连摇头 不敢说话 真相被揭露 他这个假恩人的身份 面对一只狐妖 他害怕得要死 站着的地方 已经是黄白之舞满地了 气味难闻 书生解释道 他起初 只想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可是 到了后来 他与那狼妖结识 知道吞了你的内担 可以延长寿命 一个为了增加修备 一个为了延长寿命 一拍即合 便准备对你下手了 你之所以没有办法说话 没有办法为自己变白 便是狼妖给了方寒一种骨 封了你的喉咙 最后 好吃懒做的方寒 不得不承认了这一切 确实是他做的 最后 他被流放三千里 至于那一只冒充道士的狼妖 也被书生方寒 直接斩杀 毫无留情 严曼由于太过单纯 一切都是被好吃懒做的方寒欺骗 所以 书生方寒求情 将好吃懒做的方寒宅院里的东西 反还给众人 救下了严曼 最后 严曼被书生方寒 放归了山林之中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哥哥与弟媳 从前 安逸县有个男子叫胡平 靠打短工卫生 闲暇时 也会抓些小鱼小虾或黄山 去及时上脉 尽管为人正直善良 但因为佳平 眼看二十八了 还默去上媳妇 可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他嘴唇天生有个大缺陷 一一吐唇 因为嘴巴不官风 说起话来还嗡声嗡气的 因为这样 就更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了 胡平也有自知之明 后来就彻底死了心 不抱任何奢望 做好了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 可事事难料 三年后 他却娶了一个 稀疑已久的漂亮小寡妇为妻 并且还是他的堂弟媳 与之详情 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胡平有个本家兄弟 叫胡强 小他三岁 是个木匠 娶气柳氏 生有一儿一女 儿子三岁 女儿还不到半岁 胡强有个嗜好 喜喝酒 还谈杯 有一天 在东家吃过晚饭回家途中 路过一座小桥 因酒精发作 脚步漂浮 一不小心掉到河中淹死了 柳氏哭得死去活来 寸断肝肠 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 突然之间就这样崩塌了 失去了顶梁柱 往后的日子 故而刮母三个 不知该怎样过下去 胡平和邻居们 把胡强安葬好 临走安慰柳氏道 人死不能复生 弟妹也不必太过悲伤 日后有什么难处 尽管吩咐 哥哥定当全力帮忙 柳氏不曾说话 只是寒泪轻轻点了点头 过了几日 胡强生前干活的东家 听说他不幸淹死了 颇为同情 虽然木工活还莫干完 但他还是出于善心 把全部的工钱 都给柳氏送了过来 见他孤儿寡母 甚是可怜 又额外送了无良 略表心意 祖里的几个堂兄弟 不由分说 把东家围在中间 声称胡强的死 跟他脱不了干系 要不是跟他干活 然后又喝了酒 胡强就不会发生意外 最后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赔偿 要么报官 胡平看不过去 拍着桌子道 你们这是干嘛 想讹诈吗 做人要讲良心 通家请强子去干活 本意是照顾他赚钱 发生这样的意外 你以为他愿意 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要怪 只能怪强子贪悲 自己走路不小心 怨不得别人 人家没少一文工钱 还额外送了无良 已经够善良仁慈了 你们还要再为难他吗 凡是要讲是非和道理 一旦传出去 说我们急急讹人 日后还有何脸面世人 人穷不能制短 该要的我们一个铜板不能少 不该要的一文也不能取 赶快散了 别让东家为难 胡平虽然过得不如他们宽裕 但他年龄最大 多少还是有些威望的 堂兄弟们 自知理亏 听了胡平折磨一顿训斥 也不好再坚持 便一个个溜边了 东家感激的对胡平身识一礼 到了生 后会有期 便匆匆走烂 胡平说到做到 此后的日子 只要一得空 就去柳师家走走 看看 现水刚没水 便帮他挑满 见梅柴哨 便去山上砍来 并把他劈好 整整齐齐地摆在屋檐下 柳师卫表示感激 时常请他留下吃饭 胡平每次不是说吃过了 就是说不饿 其实他是想给他省些粮食 毕竟一个小寡妇 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又无经济来源 粮食对于他们来说 比什么都金贵 过了不到半年时间 柳师坐吃山空 丈夫生前留下的一些碎饮 很快就花得一千二斤 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天中午 胡平干完活 回家路过柳师门口 顺脚就进去瞧了瞧 见他们一家正在吃饭 柳师瞅他突然进来 颇干以外 慌忙把碗藏在了身后 胡平大启道 哟 弟妹这是吃的啥好料 还藏着掖着 怕我知道 柳师尴尬道 莫莫杀 那你干嘛还藏起来 我倒想瞧瞧 说完走到他的身后 一手把碗抢了过来 结果令他大吃一惊 哪有什么好料 只是一碗清汤 上面飘着几片野菜叶子而已 胡平不觉心头已酸 在拿过他三岁儿子吃的小碗 上面倒是没有野菜 但也只是一碗清汤 碗底沉着鸡立米饭而已 胡平伤感道 弟妹 你这是何苦 我不是和你说过 有难处 尽量找我 能帮得到的地方 我一定帮 你怎能吃这个 不为自己 也该为两个孩子着想一下 柳师道 平哥的为人 我当然知道 可你过得也并不宽裕 我怎好意思开得了口 胡平道 你这魔术就见外了 我们本是堂兄弟 跟一家人有什么区别 我一个大男人 再不济也不至于饿肚子 为何不早点对我说 胡平说着 放下碗 起步来到自己家里 揭开米缸的盖子 县里面大约还有二十来斤大米 便找了一个袋子 自己只留下少量一部分 其余的 全给柳师拎了过来 柳师免不了一番谦让 胡平也不和他拉扯 直接帮他倒进了米缸 柳师站在一旁 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知道说啥好 一切尽在不言中 晚上睡觉时 胡平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满脑子想的 都是柳师母子三人的事 家里默个赚钱的男人 单凭他在家带着孩子 做些简单的女工 所赚取的那点微薄收入 根本不足以维持 一家人的生活 俗话说 旧疾不旧穷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 孩子越大 压力也就越大 自己只能救一世 不可能救一世 得尽快找个男人 重新帮他成个家 只有这样 才能一劳永逆 第二天一早 胡平来到 同村的李媒婆家里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李媒婆叹着气道 胡兄弟 实不相瞒 我也挺同情他们 孤儿寡母的 前些日子 我借着给别人 说没的机会 顺带也给他说了 积家 可人家一听他 带着两个拖油瓶 并且年龄还这么小 便一个个谢绝了 说句不好听的 名为厚爹 实则是为他们家免费打一辈子的长工而已 人家也不是傻子 这点还看不出来 你倒是不是 胡平道 如果他嫁不出去 那他们将如何生活下去 如今一个个面黄鸡兽 别说补充营养 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为及 这将如何是好 李媒婆认真的看了胡平一眼 然后说道 以我的观察 我倒认为 有个人挺合适 就不知他愿不愿意 胡平喜出望外 忙道 是吗 那你快说来听听 这人是谁 李媒婆脚下地笑笑道 这不 此人远在天边 竟在眼前 我 胡平连连摆手道 神子真会说笑 弟妹尝得那抹水灵 我却尝得这磨难看 岂不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这哪成 李媒婆道 成不成暂且不说 就问你愿不愿意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从中撮合撮合 捅破你们之间的那层窗户指 胡平道 这万万不可 撇开我尝得丑不说 我和胡强 可是唐兄弟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这要传出去 岂不被外人笑话 李媒婆道 胡兄弟 你多虑了 这种事 我献得太多了 有亲哥娶弟媳的 也有亲弟娶嫂子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再说你都快奔三十了 年龄真的不小了 难道你真的打算 一辈子光棍不成 胡平站起身道 我有自知之明 得却配不上他 还请神子多费点心 给他找个般配的才是 我还有点别的事 先行告辞了 回到家后 他在墙角朝湿处 挖了些蚯蚓 然后带上钓黄鳝的工具 去池塘边放钩子 想钓些黄鳝 给柳师母子补充些营养 睡了一夜之后 早上天刚蒙蒙亮 他就去取钩子了 结果收获还不错 大大小小钓了七八条黄鳝 回家后 他把黄鳝杀了 剁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足足烧了一大盘子 美味诱人 他把尾巴和头留下 中间身子那段 全部断去给了柳氏 闻住香喷喷的味道 柳氏的儿子 柳氏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毕竟家里好几个月 莫见过婚姓了 那一度是他们近几个月来吃的最丰盛的一次 柳氏看胡平的眼神 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随着胡平频繁地去柳氏家 闲言碎语也就出来了 有的说胡平眼见讨不到媳妇了 只好厚其脸皮对兄弟的女人下手了 也有的说胡平脸皮真厚 为了讨好刘寡妇 天天帮他干着干哪 还变着花样给他们娘撒弄好吃的 还有的讽刺说 就他那模样 简直不自量力 晚上亲热过后 说不定留寡妇都会被噩梦惊醒 只是外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胡平听完之后 只能抱以无奈和痛心的微笑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胡平正睡至半夜 门外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伴随而来的是 柳氏那带着呼腔而嘶哑的声音 哥 开开门 大包子病了 你快起来帮我看看 胡平一听 侄子病了 肯定病得还挺严重 要不然柳氏也不可能急成这样 他赶忙翻身下床 穿好衣服 随着柳氏一同来到他的卧房 胡平伸手在只字额头上摸了摸 滚烫滚烫的烧得挺严重 柳氏急得趴在儿子旁边 一直呜呜大哭 不知该如何是好 胡平道 弟妹别着慌 你去拿块碎布条 用冷水浸湿 敷在他额头上 先降温 我这就去镇上 把郎中老罗请来 柳氏不无担忧道 可是这三更半夜 人家已经睡下了 未必肯出诊 胡平道 这可由不得他 不来 我拖也要把他拖来 这人命关天 他岂能见死不救 村里到镇上有三里多路 外面漆黑一片 胡平伸一脚前一脚 急匆匆地赶到郎中的家门口 随即 东东 敲起了门 过了一会 只见老罗边开门边埋怨道 谁半夜三更在外敲门 还让不让人睡了 胡平急切地说道 老罗 不好意思 打搅了 只因家里小孩病得厉害 实在是不得已而未知 老罗不耐烦道 你也不看看 现在什么时候 有病也要等天亮再说 你先请回吧 胡平道 小孩高烧烧得厉害 时间紧迫 耽误不得 你是郎中 应该知道 高烧不退的严重性 你就行行好 麻烦给我走一趟吧 老罗用手指了指他的右脚 随后说道 并非是我不想跟你走 而是我今日出诊回来时 半道不小心 踩到了一块小石头 把脚给扭伤了 实在是行动不便 胡平道 要不这样 你把药箱带上 我背你前去即可 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那他母亲真的活不成了 老罗摸法子 值得拿上药箱和灯笼 随他而行 到了之后 老罗首先用手给孩子试了尸体温 又毫了好脉 接着拿出一根银针 在孩子的石悬处 也就是十个指头的指尖 分别放了一点血 最后开了一击药给孩子服下 治疗就算完成了 柳氏焦急地问道 大夫 孩子的烧 什么时候能退 老罗道 现在已经没事了 不消半个时辰 就能退下来 柳氏接着忐忑地问道 那 那需要多少费用 二氏问 罗郎中伸了伸两根手指道 柳氏为难道 大夫 你看能不能先牵着 我驾驶在墨前了 老罗看了看柳氏 又看了看胡平 面露难色道 我已经很照顾你们了 这半夜出诊 也为家你们一门钱 这个 胡平接过话道 大夫 你不必担心 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来 胡平回到家里 把攒下准备买不些的钱给了郎中 接着又吃力地 把他背回了衣冠 第二天早上醒来 孩子的烧果然全退了 柳氏悬着的心 这才彻底放了下来 对胡平的感激之情 无以言表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 胡平正欲关门睡觉 柳氏拿着一双新作的布鞋 缓缓走了进来 脸色凝重 胡平刚想搭话 柳氏冷不丁 双膝跪下道 哥对我们母子三人的帮助 我每尺难忘 可又无以回报 如果哥不嫌弃我 愿以身相许 不知哥哥意下如何 胡平盲不迭地将他掺起 说道 地媚何出此言 你把哥想成什么人了 哥对你好 是看在去世的兄弟份上 从没想过要你的回报 更没动过贪图你美貌的歪心 所作一切都坦坦荡荡 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柳氏道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 并非一时冲动 才口出此言 如今我和孩子 已经习惯了你的存在 无形中成了我们的依靠 如果我们两人组成一个家庭 岂不是两全其美 外人也就找不到任何由头说三到四了 何乐而不畏 胡平道 事态炎凉 事情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如果真那样 岂不刚好证实了 他们之前的猜测是都是真的 我还有何脸面世人 只怕三岁毛孩都会戳我的脊梁骨 说我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讨不到媳妇 竟厚颜无耻 打起了死去兄弟媳妇的主意 卑鄙小人一个 柳氏道 轻者自轻 只要我不认为你是虚情假意之人 又何必在意那些闲言罪语 我们是活给自己看的 又不是活给外人看的 胡平道 弟妹 恨是抱歉 我实在过不了心里那道看 就算勉强在一起 也不会快乐幸福的 这时我们还是从长记忆吧 柳氏原本认为自己主动点 免得他自卑有所顾虑 此时应该水到渠成 没想到却被他蜿蜒谢绝了 心里很不是滋味 扔下不邪 扭头他就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话说胡强生前干活的那个东家 姓孙明义 是个走南闯北做药材生意的商人 家境泼风 同时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那天回去之后 对胡平的仗义之言 一直心存感激 念念不忘 后来通过打听 得知他年近三十还未娶上媳妇 一半因为长相缺陷 一半因为佳贫 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上天不该让一个正直又善良的人 打一辈子光棍 这不公平 于是 孙毅决定带他出门闯荡 跟自己学做生意 并把自己的经验和门道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胡平也没辜负他的期望 虚心好学 刻苦钻研 把握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不到半年时间 便对药材行也了如指掌 烂熟于心 孙义孙老板觉得时机成熟 便放手让他单干 并无偿借给他二百两的启动资金 胡平一辈子也没见过这魔多的银子 双手颤抖的结果 跪下给他磕了三个响头 感谢他的知语知恩 之后他愁愁满志 信心满满 大显身手 生意做得丰盛水起 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时 不到两年的时间 不仅还清了孙毅的欠款 还攒了一大笔的银子 使他搭短工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 货别家乡近三年 他决定攒停手上的生意 先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再说 这天他租了一辆豪华马车 衣着光鲜地停在村口 村民们一位哪里来的大人物 纷纷围拢过来瞧热闹 当他掀开轿帘走下马车时 众人的眼睛都惊呆了 真应了那句俗话 识别三年 当刮目相看 想不到以前在村里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竟然混得笔镇上的猿外爷还要气派 于是 免不了一阵恭贺和溜须拍马之声 胡平笑而不答 因为他早已看透了这些人的势态炎亮 当晚他就去看望了柳诗 而他却发现柳诗不像从前那样带他热情 似乎在刻意躲避什么 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平寻思 想必是当初拒绝了他 让他伤透了心 因而对自己还有所怨恨 觉得气氛尴尬 聊了莫几句 胡平放下武师银子 转身就走 柳诗拦住他说 这两三年来 你陆陆续续挥了不少银票给我 现在还没用完 这个你拿走吧 胡平道 看你和孩子都穿的什么衣服 跟我还客气啥 你拿去做两套新衣服穿吧 说完大步而去 柳诗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五味杂陈 以前同命相连 还有希望在一起 现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突然这么有钱 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还会看上我这个寡妇 并且还带着两个脱油瓶 怕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果然 从胡平回来的第二天起 上门说亲的媒婆便络绎不绝 他也不说个中原友 一一蜿蜒言谢绝 直到 等我拆了旧屋 盖了新房再说 过了四五个月 新房终于盖成了 胡平又请来两个木匠 做了不少新家具 其中包括一张别致的梳妆台 这一天他来到柳氏家中 请他们母子三人过去参观新房 刚走出大门 胡平就将他锁上 柳氏诧异道 你这是何故 又不是走了不回来 你把他锁上 等下我们该如何进门 胡平狡黠地笑笑道 进不去就别进呗 我新房那么大 难道还容不下你们母子三人 柳氏不屑道 哥 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如今你不比从前 有多少黄花大闺女哭着求着要嫁给你 怎会看上我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寡妇 快打开 别闹了 胡平道 弟妹 你的顾虑也并非没有道理 那就啥也不说了 看我的行动吧 说完不再搭理他 一手抱着三岁多的小侄女 一手牵着大侄子往家里走去 柳氏无奈地摇了摇头 值得跟了上去 三天后 胡平家喜气洋洋 热热闹闹 鞭炮锣鼓齐名 并大败宴席 请全村男女老少前来见证他们的幸福 孙毅和李媒婆做他们的征婚人 众人一边喝着喜酒 一边议论纷纷 都说胡平这小子脑袋是不是进水了 放着黄花大闺女不娶 偏偏看上一个小寡妇 并且还带着两个孩儿 简直不可思议 李媒婆听后很不爽 放下筷子反驳道 你们这些人就是闲的 胡平穷困实 你们说他别有用心 不怀好意 现在有钱了 又说他脑袋进水了 怎么会娶个小寡妇 那胡兄弟到此该怎么做 才能称你们的心意呢 众人顿时哑口无言 只顾闷声喝酒着吃着菜 婚后两人互敬互爱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柳氏终于结束了 吃了上顿末下顿的窘困生活 从此有了真正的依靠 睡梦中脸上都挂着甜蜜的微笑 胡平也把侄子侄女 当亲生儿女看待 给他们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 只要不是过分的要求 他都一一满足 婚后第二年 柳氏也为胡平生了一个胖小子 从此夫妻更加安爱 生意也蒸蒸日上 一家五口 过上了令人羡慕幸福快乐的好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